来吧 嘎文四射 蜘蛛啊 环子打蜘蛛可不好打呀 应该来讲 打 强势打也都不好打 避开他吧 或者不搬一下我呢 靠家伙 埋伏纳尔应该能打得过 他有金刚不坏啊 我单开了这样子 我还带着是魔抗血伤 这要磕糟了 有20点血没回上 这泰坦加卡莎把EZ捷拉肯定会压线的 所以我们这把红开抓下 这版本环子为什么弱呢 就是打架也不行刷也不行 只剩下能抓人了 抓人就意味着什么呢 得看线上脸色得看他配合 知道吧 如果他不会配合不会玩 线上劣势太大了 那就基本跟你没啥关系了 但是蜘蛛这个英雄 抓人能力不比环环子差的 而且打架更强 感觉他去中了 下路可以卖一下 下路他妈的不卖 那我只能落后了 下路卖了我就不落了 我现在不 预防闪现再A一刀 蜘蛛夹 不是卡拉加泰坦挺恶心的 带点蓝的话定着一套你就死了 直接满血秒 都给队友发信号 这种蜘蛛只能这样子 他去空蟹去了 这个结果没W 找到我惩戒了 我没打算抓钟呢 他这把没W可以试试 但是我这个血有点 可能会被秒 没出来 他也没出来 他技能更慢 这刀已经抬手了 这就是为什么要说惩戒的原因 其实我是蛮不能理解队友 打空的时候不跟技能 看到残血在跟技能 刚才这个距离太远了 那刀被砍出来 手都已经抬了 一开始没打算想抓钟 这个杰直接把W给了 抓下笑好了 这波下落可以卖一下 对面应该是没眼的 他要来插眼了 这个平时对线不能打太怂 如果下落对线打太怂的话 他一往前压 他就知道我来了 知道吧 那我就抓不了了 他都站到EZ后面了 哪有这么打的 正常得消耗 你知道吧 你直接一脸了 好家伙 而且这线上还是优势 他不能站身后的 杰拉其实会玩的话 不怕泰坦的 他只要一给好 泰坦很笨的 杰拉过来了 5级 他这波先吃完药到6了 这个蜘蛛去上 对面这个下落也是有点上头 这5级的截又交W了 要不要抓呢 算了 他要升6了 已经到6了 这卡丁也到6了 主要是我刚才看他往这边靠了一下 应该是差 果然差了一个眼 好了 那这波截应该是没有大了 但是这个中不能去 这边打野应该在反蹲 来了 拿着这一套把我咬死了 应该直接交闪 稍微瘫了一点点 再来把长剑鞋子好了 这个蜘蛛这个点会在这个地方 上和蟹可能还没吃 我去看一下 主要他大块好了 这个截可能会过来恶心我 刚吃完 他又炎在 算了 先补一下等级了 这波截过来搞我有点亏 我等级落下了 龙把蜘蛛打死了 那 这个蟹谁吃的呀 刚吃完了 应该是这个截吃的 你看他这直接搬 边上的等于搬蜘蛛的空野 这上路已经烂掉了 这不慢慢开野 先手蹲人 就蹲出这么个东西来 我先赶紧倒六 这个蜘蛛要去中了 这波可以反蹲一下 说不定只能杀两个 我把他倒六了 这卡丁别送 等我倒六 倒六就可以打 他被秒就打不了了 补完这个兵 就在这边 这波装的挺像的 但是又不像 为什么说挺像的呢 挺像的是截的位置在塔下 他W 不像是为什么的 不像是因为他往草里走了 一般 这种对方会残血往草里走的话 大概率都是附近有人在 但是这个截 这个W丢在塔下 那他肯定又不能往塔下走 这个截的W把自己搞死了 这上路去不了了 这上路已经烂掉了 那个先锋 这把就跟我们没上关系了 打野能不能控地图资源 跟线上关系非常大 这把感觉不得买邪论 直接买木论好了 没有先锋配邪论的话 这个效果不是很好 这游戏现在很恶心 对象打不过野怪打野 就跟上把那个谁一样 上把好像也是这样的人 我想上把那个人是谁 有点想不太起来了 他W好的有点快 主要这种线上 他只要对线炸了 对面打野只要去一波 他就能怪你头上来 甚至有些 我被抓爆了 人家为什么会去抓你呢 就是因为你是烈士 人家优势 打野肯定会去的 他又过来捡人头了 完了他值钱了这样子 他先放好像还没打 但是不好打 这个蜘蛛等级有点辣了 他 我都快八级了 等到踢下路 那中闭了 那可以试一下 这波的话 可以 主要对面下路 只有一层塔P了 我今天没开吗 等一下 我怕这个截过来 还一把神圣环子 感觉不好用啊 也不是不可以啊 我想了一下 被动百分之八 分离者百分之 主要是 环子技能很慢 你知道吧 他不能频发 他刷新 你知道吧 我都买小刀了 算了 你这EQA一下 你CD五六秒 算了 他这技能太慢了 不好用 我想了一下 这神圣分离者的话 1.5秒CD 你妈的 你这个技能五六秒 人家打三下 你打一下 这不是血亏吗 神圣分离者 这种装备 比较适合那种 可以很平凡的 刷新技能的战士英雄 喜欢搞我 直接买木论 八级杀九级 暴躁我 下路皮吃了 中路再吃了 哇 瞬间经济领先 这队友会玩的话 搬一波就能 创建优势了 这下路我也 我记得好像 我也就抓了 你应该只有一波 还是两波吧 我也得忘了 主要他们刀没怎么压 也没怎么杀 但是塔皮推得很凶 这还是T5的打野 逗我吧 顺秒 这是没视野 你EQ中了 你有红尘在 当然可以顺秒 你带电信 你看看有视野的情况下 这截有一百种方式 可以操作你 他W跟R都能夺你的技能 你EQR他全都能夺 只是因为卡视野 所以你们看王王王子 我经常卡视野 看我EQ命中率高 这EQ太容易空了 知道吧 随便扭一下 就给你扭掉了 特别这种 比较灵活一点的英雄 八级蜘蛛 完了我红要没了 哎呀狗东西 他有辅助在 不然我在等大 我要杀他的 很烦 他有保镖在 我去杀这个杰 他没W了 但是EQ一定得中 Surprise 你看他有星矢在了 看到没有 差点被反杀了 这还是我EQ的情况下 他大凡堆我一下 我就死了 我还是更新过装备的 看到没有 你技能空一个都不行 妈的 这个线上被我当吃两次 等级还跟我一样 再要是我被线上 当吃两次 他最少可以压我 两到三级 最少两到三级 多的话可能是三到四级 这个杰 他W交的很随意 这个人 这个杰没大 没点蓝了 那怎么应该打得过 对 甚至我还有红尘 我刚才要是没红尘 我也死了 怎么都不管 这个猴子的 我发现这种下落 打架都不会管队友 我不管他 他死了 就要来杀你了 小纳尔 不能上头 蜘蛛要来了 这猴子感觉下落 刚才可以救一下他 那带着 他宫 我还能阻护 哪怕 他在暴徒 不怕 屎 总 这猴子的 他 感觉这个穿甲一旦没跟上 你就不好秒能了 这EQ不能给 我感觉旁边有人在 这节奏断一波都不行 准备拉龙吧 下版本加上没用的减3秒W冷却有个锤子用这英雄差不多可以重做了要不就是把以前的EQ改回来 真的把以前EQ改回来不过分的 EQ中都不一定打得过冷 全是冷 走不了 换一个吧 XX打一波AOE 他还把大给了 那赚了 这波这个直接用大招K头的 把黑先秒 买了70的级速了 41的冷却这样 这把的话得少一个上单了 其实打5A5可以打的 我这每波打算能先秒一个 但是如果我们这边 被杀了一个又被开了一个就没得打了 所以你看这龙跟打也有啥关系的 13级的纳尔 不行就给他杀一下 杀一下我们两个生死了 我这波有大招 大纳尔了伤害不够 往左边拉左边拉 这越级单杀经验太丰富了 杀一个纳尔等于杀三次蜘蛛 真的不过分啊 还打呀 这猴子为什么先打了先分 他又不打了 这你妈的点蓝打TP 像他被打穿了太玻璃心了他 这一天天玩个游戏跟巨鹰一样 你还得带他赢 来个秒表 直接团 我们这边配合打一下 这个杰拉可以打反手 或者他等我二了之后他再跟二也可以打 我们二打算尽量宽度多人 这样杰拉接个大 对面就炸了 我们这边AOE太多了 所以尽量打个AOE就比较好一点 他没有被蜘蛛抓之前他就很烈士了 跟被蜘蛛抓有什么关系啊 你看一个烈士路你玩打野你也抓啊 我玩蜘蛛我也抓他 我还怕他再打一个W 大门 把卡莎秒 拖一下技能CD 再打这次 追一下 这杰在上 那他们这波小团灭了 再来个大龙 给这猴子带好了 大龙感觉有点慢了 算了 想了一下 我们还不如两个人一起猜的 这时候去大龙的话感觉对面差不多互活了 这时候去大龙太晚了 这版本神刺分离者猴子这么强 他怎么买三下 我才刚注意到啊 这版本猴子神刺分离者都已经T1里面的T1了 等他过来追我 这波怎么没挑起来 挑起来 再接个RK 把他秒了 我感觉 来把暴风大剑 去龙这边丢个眼 他没眼 那就别死人了 这波有点贪了 主要我差点钱买护火甲 我没表了 这波 这蜘蛛死了 那可以 结没血 再做一下 R应该两秒再做死了 开秒表 再拖一下 再来一个 他没秒表吧 中亚中亚 卡拉丁中亚提升蛮高的 你先中亚 可以多打一套 我让他先买个中亚来 这个没啥用 40秒小龙 那在 等一下 我差最后一顿点 我差最后一顿点钱 把户火甲买了 别过来了 放了 先别急 这EQ 刚好被蜘蛛异到了 杀完人 这个隐身拖一下 刚好下一套技能就好了 你这个EQ过去 杀完人隐身 第二个Q就好了 然后再杀一个人 然后你第二个E就好了 这样的话就可以打EQ 操作好的话 一波团可以杀三个 这波蛮事也被他遇到了 不然他卡他应该要死 这波你们两个没大 等一下我跟杰拉吧 我这波有护火甲 可以卖一下 那应该在这边 果然 刚打我 压起身 直接给他秒了 就杰拉一命 这杰拉都已经准备死了 我看他这个动作啊 终于上死了 少两个 来来来埋伏 不打呀 埋伏呀 这怎么可能打呢 等一下杰拉过来 扫描没有吗 先把蟹打了 诶 这蜘蛛在中 那可以打了 这卡拉丁去牵制对面了 他还没死 但是他没狼了 我看他 可以 这边这个龙不要的吧 拱手相难 杰出来了 这个结蛮脆的 我感觉卡拉丁可以直接把他秒了 这卡拉丁是双穿的 15级了 60点看性 这卡拉丁这个装备应该有个 30多点穿透吧 如果带 本蓝冲击的话 有40点 这EZE一脸他死了 诶 是吧 我就说这个结药回来了 这没杀掉 交给卡拉丁好了 小纳尔 塔一丝血 点塔点塔 我这波其实可以EQ上 但是我看队友好像 没有打的意思 下面可以来 下面可以埋伏一个 这边应该是没眼的 直接RR过去W把他秒 但是没必要 他有输在好亏 小纳尔的话 这波可以杀 这大纳尔变小了 看结尾没过来 我估计会差点伤害 但是有人补一点就不一样了 他就是没人过来 幸好都打烂了 衣袖插起来了 补点伤害 我看这个结 其实不是 我看这猴子 他前面过来了 他好像没有完全过来 他在另外一个草 看了一下 他在打红吗 我刚才瞄了一些 小地图 我给他发现了 他往往这边位移了一下 但是我又看他没到 从时间轴上面来讲 是不应该的 你这样子还不如 可雪 你是在教我做事吗 我买可雪 这个结早起飞了 懂不懂 打不过他了 你喜欢坦赢 那你就坦赢 我们不坦赢的 好吧 这是一个carry支付金 你知道 前十分钟 中单被打野杀两次 意味着什么吗 一个还是一个刺客性中单 这个卡拉丁这把能 稍微比较顺 就是因为我把这个结 给他限制了 知道吧 这个卡拉丁的话 前面发育 没怎么受到影响 再来一个夜论好了 那两波秒结很关键 不把他秒了 这卡拉丁就没这么好发育 这两波团的伤害就没这么高 只是一般人他不会看 知道吧 你要玩过卡拉丁跟结 你就知道了 这打野不翻卡拉丁 肩上有多难受 他只能在塔下罚战 知道吧 这猪猪还蛮冷静的 跟卡拉丁追过来 你怎么这么能憋着 也是我宽住这2要死了 这个点卡拉丁16级 这他没蓝了 回点蓝 回点蓝 我只要宽住了 他就能收割 他这蓝掉得好快 以前气垫神仙 那百分比 现在其实也是百分比回蓝 都是有被砍了 知道吧 以前卡拉丁只要打算能杀人 就满层的R可以一直踩 踩空了 杀完人接着踩 然后R过去W回口蓝 直接秒 然后接着又半管蓝了 就非常的离谱 主要以前那个大天使还加盾 直接下一把 这蜘蛛山还比我们少个7000 结算一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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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茜茜 中文字幕——YK